Lun Sang 首张权台语专辑 首张权台语专辑 那这一次想要以一个台语女歌手的身份出发 台语 第一个是我从小到小的环境 其实我们讲的沟通的语言都是用台语 那 像我爸爸妈妈 他们都是 因为我们家是家庭音乐家庭背景嘛 然后我妈是歌手我爸是鼓手 所以他们要演奏的歌曲 或是我妈要演唱的歌曲 其实都是唱台语居多 然后不然就是日文这样 所以从小开始接触耳濡目染 当然 自然而然会喜欢唱台语歌曲 然后甚至是 当人家在聊起的时候 你会拿出口袋名单 或者是喜爱的名单的时候 第一个都是台语歌这样 但因为到台北比赛了之后 因为我会觉得好像以环境为主 因为在比赛的选手他们没有人唱台语歌 那我就想说 好像是不对的方向 好像不应该做那样的选择 所以我就想说那也选择中文歌 可是有一次就是 落到失败区 必须要复活的话 可能要为自己加分这样 那我就想说当下没有什么才艺可以表演 我就很自然的想到 要不然 因为我都 我去比赛其实也是抱着好玩的心跟 一个兴趣 真的没有想过说 过关整这样一路到最后 所以我当下就想 那不然就唱台语歌好 没想到 以及让大家就在那一刻认识我 是从台语歌曲开始 所以 后来的进后演艺圈 我就一直在心里想 我真的很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发台语专辑 除了是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之外 我也希望让我的家人 还有我亲戚朋友可以听见 甚至是台语它会有一个 很特别跟很深厚的感情 是别的语言 没有办法取代的 叮咏叮咏 然后有十六分 你一切大东西你过关 啊 怎么会 你敢有听机会 什么路途 破碎 是谁人的心关 你敢有听机会 什么路途 破碎 是谁人的心关 啊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阿嬷教的 还有那个新书 蔡震南 男歌的歌就是 阿嬷很喜欢就是 她是唱歌仔系的 所以她也有一个那个 音乐的灵魂存在 所以她无时无刻就是用音乐陪伴自己的生活 我这样 对不对 是吗 超级好 习惯性的想要点台语歌 大家一定会 KTV必点就是 我从小到大 我相信就是黄玉玲跟江慧 对因为 她们的声音 太特别了 然后很独一无二 然后她们在诠释每一段歌词的时候 都真的在讲她们故事的情感投入一样 你会真正的在听每一首歌的时候 进入她的情绪 然后感受她所想要表达的故事这样 就我也会希望说有一天我如果唱歌 在表演给别人听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像她们那样 就是可以感动别人 既然可以听到本人唱歌 你知道我在台下的时候是 我每一首都可以跟她们哼唱 甚至是唱到影玲节的时候 我是直接走到她的侧台 然后去录影 然后跟着她唱 然后就落泪 好难过 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回忆 就是你喜欢到 你真正听到她本人在唱歌的时候 你会很感动 这张专辑是我希望可以归色录 这种海途发生 然后每个人生都不同的阶段 有爱情有失去 有期待 还有未来 然后专辑里面有我的故事 还有另一个故事 希望可以借用这张专辑 唱给你们听 跟你们分享 有此准我在听 怎样 有此行我会唱到 命中的分子 听识的 那些人 我会想为这一切 行喃是